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百块三百块五百六百七百八百甚至要上千万 价格如果被呼隆了多叉叉叉啊 我跟你讲其实台湾人有这个奇怪 其实在香港或其他地方的房价是明码标价 明码标价就是一张纸 二楼三楼四楼五楼多少钱 明码标价 那人家对于这个东西相对信任的 所以说也没有什么台阶 没有什么杀价这件事情 台湾不是这样子 你叫王世奇小姐去买房子 对不起不二价谢谢再联络 我不跟你不跟你聊的 那问题是这遇到一个问题 我刚刚问时期来 我说你一进门说 诶 副总 那房子那么喜欢 五折 好不好 然后副总说OK 钱来 他又刷 你怎么这样 五折 所以就 你是买兄弟 买兄弟差 在开兄弟价的 所以这问题是人性的这个微妙这样 所以说你现在其实相对政府 这个所谓的实价登录都透明了 你自己手机查一查大概也都知道行情 当然你有个差别 比如五楼十五楼价钱有差 一定有差 有景观没景观有差 但是那个都还有限 你不会一瓶差到五十万 对不对 大概总价差个五十万 有机会 你自己要知道好东西 Shanel也有好几种款式 对不对 所以你还是认为一分钱一分货 大胆的折让给你的 可能有点问题 OK 你说你去买个凶宅 五折三折 OK 明天签约 晚上睡觉有人帮你盖背 做判断 OK 晚上睡觉有人帮你盖背 你不要吓死人 当过 七月当过 所以我觉得要跟年轻人讲一个基本的概念 就是不要眼高手低 这个一个重点 你也不要把有自己被害妄想症 什么开下吓死人 也不要乱杀 也没有这件事情 自己做好功课才是重点 那我觉得人生有个目标 这是重点 人生目标 如果不讲买房子 人生大事 刚才文家就讲得很好 你说念书 帮我生孩子 买车 对不对 这都人生目标 你说今天念书 你没有念到哈佛 对不对 车子买不到兵力 娶老婆没有娶到林志玲 你人生一片黑暗 我告诉你黑暗多的人多了 你说你对不起 人生没有娶到王时期 我告诉你 不好意思 不好 不要再想了 下一次也轮不到你 让你黑暗一辈子 重点是目标 因为我觉得很多年轻人 我们在沟通的时候 他有三个字 买不起 好像事情很简单 就讲完了 你不能用买不起 这三个字 去决定你未来人生 你重点是反过来说 你要如何买得起 常常在想说 什么房贷 什么20年30年 我要扛30年房贷 错了 你现在一个月28,000 你10年之后 你还28,000吗 你20年之后 你干到了个经理 你还28,000吗 如果今天年轻人 刚退伍 拿28,000 中华民国对不起你 我们可以这样讲 对不对 但是你做了10年 你自己从20岁 做到30岁 你还28,000 你公司可能对不起你 你做到40岁 你还28,000 讲钱有点俗气 但是未来的能力 会解决你未来的问题 OK 其实现在 这个年轻人更棒的是 他们都有好爸爸 跟好妈妈 对 所以说其实 只要好爸爸好妈妈 愿意帮助 自备款 自备款 对 他们相对的就很容易 到三港节 因为现在市场相当多 其实很多 我们看到现在 五六十岁出来的 买房子 其实大部分都在 帮二代做资产的动作 OK 蛮有意思 所以年轻的朋友们 这句话你们要务必 仔细参考 这是台湾得过 广告大奖的一句话 这是这个卖黑咖啡的 所以他推出说 每天要来点黑语录 来点负能量 他说每当你下定决心 要存钱的时候 身边就会有人要跟你讲说 你要对自己好一点 应该要经得起诱惑 我问一下这什么概念 其实我们都有些同事 可能年轻人 以前小时候 我们在媒体的圈子 被主管骂 不干了 有没有 改变到 你现在有房贷 三万两千块 一个月 桌子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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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櫈子摸一摸 仔细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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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都会改变的 人生会有很多的priority 对不对 如果说这件事情 是成为你一个甜蜜的负担 我要讲一个重点在哪里 有一个重点是说 扛房贷是不是很痛苦 过去我们大人都告诉你 你有钱就快来去还 还房贷 那利率的概念 这个现实年轻人有很大改变 这一章要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我们过去在谈房贷 是不是20年房贷 对 现在房贷是多少年 30年 22.3 22.33 平均 对 早就已经突破20年了 这是什么概念 利率只有1.2% 所以什么概念 利息低 你不借白不借 你今天如果说 我现在有还房贷 我1000万的房贷 我贷款700万 就正常 我老老实实还个 还个10年好了 至少还了350万 我现在最近手头上 我想换部车 跟银行再借个50万 你用你自己的房子借出来 不就OK了吗 不借白不借 而且利息一点多 买一个房子 也变成是一个整个生活 资金的一个 调控的一个资产 一个人基本 那利息低 有钱也不急得还 第三个还了 还可以拿出来投资 什么概念 最近台积电不错 我们把房贷 增贷个20万 50万 100万 毛起来跟他拼台积电 OK 我说这件事情 其实很多传统的观点 我们爸爸妈妈的观点 其实都不一样 早就突破20年了 那好有个重点 你房贷没有还完 你怎么样 抓去关 不会 你房贷没有还完 你还是可以换房子 我这些房子 我付了10年 不要说10年 8年我真的换工作 我要到内湖 搬到竹科 这房子卖了 我老实在交房贷 先不要讲增值 我的自备款 我的房子 起码卖的回来 我没有赚钱 我都存了一桶金 那我到新竹再去买房子的时候 我的base就比较高 OK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强制成员 不然那个钱干嘛 也是花掉 你问时期 他有多少chanel 都是在这 讲到重点了 讲到重点了 突然被cue到 突然对旁边射箭 副总 你刚才提到的时候 这个买房子 品牌跟规划 你要分享一下 对房屋市场来讲 还算是陌生的朋友们 怎么透过好的品牌 怎么透过好的规划 买一个好的房子 听人意见 一般来讲的话 现在大家都会先 就像我们买任何 像为什么 买chanel 对不对 我没有买 我买不起 没有买 买Gucci而已 没有买chanel 因为相对于我品牌的房子 他在规划 因为他们过去有很多的经验 所以说他的产品规划 跟定位 跟施工的过程 相对的品质要求 会高一点点 那所以说这样的房子 他到了市场之后 他将来的保值 跟增值能力 会比较好 慎选优良品牌的建商 因为品牌本身就是 reassurance 是个再保证的过程 我倒是建议真的 要慎选建商的品牌 一个建筑物 要屹立在地面上 至少三五十年 口碑要经得起检验 稍微探订一下 认真去探订一下 应该八九不会离时太多 所以好的建商品牌 这间公司有股票上市 我们经常说 我们这间公司有股票上市 大全胸一间又没有 股票上市真的是 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吗 其实因为房地产 他也是所谓 早期是比较local的 像以前有所谓的三重邦 永和邦 就是巨型的 但是这些都够有钱 你说三重邦很少人在上市 他是钱多到根本不用上市 自己就跟银行一样 所以说其实用上市来看这个标准 没有意义 有一个基准在 因为你上市公司 它毕竟政府有管控 至少财报要透明 然后你的推案 甚至你要够有品牌 你才有办法上市 那当然也不是说市场上 没有上市的公司 他品牌就不是很好 所以说有些公司 他虽然不上市 但是他做出来的产品 在市场上 也都得到相当高的一个评价 这个我补充一下 到哪里去看品牌 其实在仲介店头看品牌很准 什么意思 今天说不管你A建商B建商 你去看那个十年的 中无的物龄的 那时候多少 现在多少 好OK 白白一排建商 对不对 为什么这个店头里头 就是这个房 这个社区的物件最少 因为大家舍不得卖 卖了就买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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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发现那个中介店头 不是那个玻璃的贴满满吗 对 整个社区 20间同时在卖 家家建设公司 对 一个玻璃贴满满 都是那个社区 所以那是一个资讯来源的管道 很清楚 像我们林口就有那个国泰 我不是帮他打鼓掌 老牌建设公司 那人去问 有人说那有人要买 那问不到 那房子也救了 没有人要丢出来 没有人要卖 我很奇怪 但是也有那种情况 每天在买就 某几家建商 这个也不点名 那规划呢 规划大学问 规划怎么去思考规划 建材用的好不好 还是它的所谓公设的设计 还是里面的配置 不知道 规划听你的意见 我觉得还是一分钱一分货 刚刚大学生讲的 其实大品牌建商 为什么它的房子的房价 就是比别人高 相对它有很多的资源 那它在规划上面 产品定位上面 也会比较符合市场 那现在有一个 比较特别的状况 是因为 为了因应这些手购族群 其实有很多的建商 去做出一些 比较不合理的格局 比方说十几坪去做两房 二加一房 二加一房 这样的东西 其实买 当然年轻人买得起 在当时 他好开心 他终于可以圆自己的梦了 但是当交屋那一天 傻眼 这个空间 而且你小孩子生出来 那一房 大概关于是小狗的空间 太小 所以说我觉得格局还是很重要 因为我们还是要思考到 因为我不可能 在这个房子住一辈子 我们要思考到说 我后续将来 它是变成我的资产的时候 它后面的一个价值在哪边 它的变现 以及别人承接的意愿等等 ok 所以说在你在买房子的思考点 其实不单纯 只是你当下的未来 对你还要思考到未来 这个东西在市场上 是不是能被接受的 ok 那你要不要建议一下 就是说因为现在如果买这种房子 它的公社比其实都蛮高的 那所以我今天年轻人 小金 不是小金鱼 小虾米 要跨入这个房市 这个区块的时候 你会建议说 他应该要选这个新的 还是去选那种比较老旧的房子 因为比较老旧的房子 它的公社比就比较低 它能实际使用到的室内空间 就会比较大 这个每个家庭会不同 有好爸爸好妈妈的时候 这个就不再搞难了 有好妈的亲手这边 没有的话要走这边 两夫妻年轻人出来打拼 我会建议 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 还算年轻人 那我们开始其实很简单 就是先求有 再求好 所以说其实我 跳屋策略 也换了好几次房子 那在每一次换屋 其实我觉得都还不错 就是因为房子它刚好都有增值 那刚好我在一开始 我一定是选择比较小的坪数 甚至是比较旧的一个屋林 但是相对的在这个过程中 我就会因为相对的 就像刚刚讲的薪水会涨 那我的房子也在涨 那我就可以透过这样子 如果我一直都不去做决定 没有踏进那一步 其实我后面要在成长的空间就没有 是 所以这很重要 像我去林口买房子 我一开始就在捷运站正对面买 正的正对面 跨过马路就叫林口的A8捷运站 然后当然要扛贷款很辛苦 那时候捷运还没通车 我认为通车应该有一波行情 那我卖掉它的时候捷运还没通车 我就小赚一点 那当然把我的整个资金的水位定高 我才去换到 我相对比较理想在林口的另外一个 一个二手屋的购买 那的确目前祝得也蛮愉快 我想这个人生阶段都要有这样子的 预见未来的一个可能性 不敢说百分之百准